字幕提供 如果說這去年大家最關心的就是十分安全 今年一開始大家最關心 應該就是我住的房子安全嗎 因著2016台南大地震 我們看到了很多房屋結構安全的問題 甚至是土壤土質的問題 這些該怎麼辦 過去民眾買房子 只會關心這地段好不好 這個生活機能好不好 交通好不好 學區好不好 進到屋子裡面去看 你看採光 看隔間 但是房子最主要的結構這問題 該怎麼辦 不是我們用肉眼一眼就可以看得出 而這次的大地震震出了許多問題 許多的民眾居安要思維 我們很多人 比如說蓋各大都會區 很多人住大樓 大樓該怎麼辦 蓋的時候你沒看 你買的可能是中古屋 這次的地震完了 要不要做健康檢查 你的房子要不要做健康檢查 該怎麼做 我們今天請到的學者專家 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我住的房子安全嗎 怎麼樣才可以讓我住的睡的都安心 首先要來介紹 在我左手邊的第一位 是城大建築系的教授 姚昭志 姚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第二位要介紹是 台南市建築師工會的 學術召集人劉木賢 劉建築師 大家好 第三位要介紹是 台南市結構技師工會的理事 施中賢 施理事 大家好 大家好 最後要介紹是 高硬大圖目系教授 黃忠發 黃老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我們首先再來看看 是圍貫大樓 這是圍貫大樓會倒 其實在事後去看著 很多都是在鋼筋的銜接器 這個部分發生的斷裂 為什麼 說比較白 這就是頭鋼減料 這種問題就圍貫有嗎 恐怕不是 來看這段不需要 小年夜地牛翻身 造成台南永康16層樓高的 圍貫金融大樓 就瞬間倒塌 鋼筋水泥斷裂散落滿地 即使工會人員到現場探勘發現 綑綁主要鋼筋的鐵條 也就是鋼筋的彎度 應該要135度才有耐震能力 但實際上大樓的鋼筋 只有90度 根本不牢固 違反耐震規範 而鋼筋的續接器 也沒有落實錯位的搭接 才會抵擋不了強震 比較遠遠的大頭那個 那個就是續接器 你看它全部每一根鋼筋 都在同一個地方 這就沒有錯位搭接 它做錯位應該是有長一板 而且在這裡 它不會都騎頭的這樣在這邊 它沒有錯位是一個問題 它現在是它的續接器都有問題 整棟向東斜島的大樓 在地震前擁有一層地下室 和地上物16層樓 1到3樓則是開放性的上電空間 4到16樓都是住家 如今卻被正成像豆腐塊一樣 土木專家指出 當地雖然沒有土壤液化的現象 可是地層軟弱 加上施工偷工檢調 眾多因素下釀成 維冠金龍大樓倒塌 死傷慘重 在一二樓這個地方呢 就整個挑高 所以說挑高 然後這個住的系統 又比較薄弱 平面 立面都比較薄弱的情況 它結構系統呢 用現行的耐震規範來看 它是不符合任性設計的基本原則 由於維冠建設在友康區共有三個建案 除了已經倒塌的維冠金龍大樓 還有維冠龍店和維冠龍門市家 擔心也有偷工檢調的疑慮 台南市政府除了請建築師進行安檢外 也請住戶主動申請安檢 除了老屋訪證需要見解之外 一案建商也是危機的項目 由於法令規定 資本額一百萬就可以成立建設公司 因此很多建商一推出案子就結束經營 消費者房屋如果出問題 根本求償無門 銀建署也表示 未來對建商的資格審查 是否會有更延及的制度 還要相關單位在研議 不過銀建商大樓一蓋完 就解散出場不負任何報告的責任 現在維冠金融大樓的居民無價可歸 未來可能求償無門 一場地震不僅造成嚴重傷亡 也震出地方營造管理的問題 好 我想經過了這兩個多禮拜 許多媒體的報道 大家大概都可以了解說 維冠大樓可能會倒塌了什麼樣的原因 一 可能是結構設計的缺失相當多 它是大U型 又是單跨度的設計 轉角處是圓形 對建築結構會有不良影響 第二是軟弱樓層的設計不良 比如說大家都知道 它把這個ABC洞的一到四樓 很多的樑柱面都被把它打掉了 使得一樓的承受力更弱 另外就是品質 上面施工品質的偷工減料 比如說窟的地方 窟頭短少了50% 還有這個扣筋的彎度只有90度 並沒有實在的落實 比如說你應該要用5號的鋼筋的強度 可能你就偷工減料改用這個4號 比較細一點的鋼筋 其實整個看起來 老實說一個房子會倒不是只有單一原因 我們要看看的是說 老實說這個房子不是說 像是4、5、10年 蓋得很久的 它是大樓 它蓋在20、20年而已 那22年的大樓因為地震倒了 不是說一般的R系大樓 至少可以保固50年嗎 而且到底是因為 它的原本的就先天不良 設計不好 還是說其實最大的原因是 後天的偷工減料 老師 黃老師 好 我想主持人 剛剛這邊有講到一些 我們這個行業的角色 我想有的人會把他搞混 所以我一開始先做 我們這個行業相關角色的一個介紹 一開始就是像這次出示的 維冠 他就是一個建設公司 建設公司有沒有法可以管他 沒有專屬的法 誰做設計 就是我們這邊的建築師 建築師他附的是一個設計建造的 他有一個工作是設計跟建造 他有建築師法可以管他 他設了一定要有建築師 然後誰來施工 設計完之後施工就是營造業 就是我們這邊的營造廠 營造廠他有對應的 營造廠他有對應的一個營造業法來管理他 有人講說借牌之類的 就是說他可能建設公司 他要做在蓋房子的時候 他有營造廠來參與 可是其實他只是把牌照 借出來給他用 他沒有遲早去管理 他有相關的一個土木技師 一些可以來協助他管理 那真的施工是誰 我們看到的鋼筋 模板 混凝土 這些都屬於最下面基層在做事情的 這個角色 我想這個部分 這個角色 我想各位先釐清一下 這邊有幾個問題就是說 第一個 我們建設公司 有沒有裝法在管 沒有 所以剛剛講到主任提到 100萬就可以設建設公司 這是沒有錯的 他就可以再換 照理說你看 設計的有法 然後施工的有法 蓋房子的建築沒有法 這不是覺得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這是可以值得我們在討論的一個地方 還有我們在買房子 我們通常遇到的是代銷公司 在消費者跟 在這個消費者 我們買房子 我們其實遇到的常常都是代銷公司 或是房仲 然後再接觸到我們建設公司 所以其實消費者他遇到的第一線 他可能不是對建設公司 然後很多訊息是這邊幫他過濾掉的 所以要買房子 主持人剛剛有提到 就是我們也盡量有品牌的房子會比較 可是你看圍貫這些人 很多是弱勢的 他可能沒有辦法買到這麼好的房子 所以政府的角色或許應該要再介入 再加強這個部分 那個施理事 我想你們這段時間應該很忙 在台南地區應該很忙 所以你們來看看自己 你們來看看說到底很多人也有人說 雖然你設計的不好 但是你的工法上面可以去補強 但是如果按照圍貫這種大樓的例子來看 他應該是設計上先天不良 後天又偷工檢調 是這樣子解釋嗎 我從這次地震以後 我們整體的所有的結構計師都投入看齋的行列 大家都自動自發的犧牲了假期 然後來參加救災以及看齋 從結構角度來看的話 我想在這邊要釐清幾個觀念 來跟各位做個說明 首先我想要談的就是說 所有大樓的倒塌 不是一個單一的問題所造成的 一個施工不當所造成的問題 不會這麼嚴重 所以我首先向各位來說明一下 這棟大樓它基本上結構系統的問題 我們可以從這個圖上來看的話 它基本上在結構系統上有四個問題 也就是說它在靠近南側的部分 南側的部分 它的柱樑的系統非常的錯亂 大樑居然沒有接到主要的柱子上面 而是接到另外一根樑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它在竣工的之前有一個變更設計 那一到四樓的大部分在燃測的這些牆體 在燃測的這些牆體 就有四道牆被變更掉了 那會讓它整個結構系統的鋼心 我們說它那個扭動的鋼心 會往北偏 往北偏 那估算出來大概偏了15% 這個15%是一個很要命的一個影響 會讓它整個底層的柱子 以及牆體收到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大 可以增加為1.5倍 那第三點就是說 它在它的那個柱子的規劃上 從B洞開始 B C D E 我們從藍而北 B C D E F 這幾棟通通都是單垮的設計 在東西像它是單垮的設計 一旦譬如說東向的這個一樓的柱子 它被彎斷或者是被剪斷了以後呢 剩下一根柱子 它就變成一個非常不穩定的系統 非常不穩定的一個系統 那最後一點就是它在燃測 有四根柱子是特別的扁 燃測這1 2 3 4 這四根柱子又特別的扁 那這樣子它在它承重上面 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從結構系統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這棟大樓本身的結構系統 是非常的不好 對耐震是非常的不好 那再加上呢 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就是譬如說我們這一次來看 這一次的地震呢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跟921的時候來比較 這是921的那個震度圖 跟現在這一次的這個震度圖來比較的話 這次的地震是的確比較大 那大約是1.5倍到2 3倍之間 它地震比較大 那還有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就是說 它的那個進段層的效應 非常的明顯 很明顯 在東西向的 我有見頭的這個位置啊 這是它東西向的地震的特色 你可以看到一個很長很長的長坡 那對於高樓 特別是7樓到13樓左右的房子 影響特別的嚴重 這可以從國鎮中心的這張圖來看到 它的反應呢 會被放大 所以圍觀大樓真的是很不幸 它什麼缺點都有 那又碰到了一個特別的地震 所以導致於說 它的損害非常非常的嚴重 但是我們回頭來說 我們又要站在民眾的角度來說 我們剛才提過了 我們買房子的時候 我們考慮地震 考慮這些因素 考慮生活中 你會碰到這些問題 但是實際上 你在這棟大樓 不是看中央 實在 能夠住的安全 不是說在看中央 是看在大樓的結構 比如說遇到剛才 像那個施理師講的這些問題 對不對 那這但怎麼辦 那政府有沒有辦法在 施工 變更設計 老實說 民眾根本 你也當確實知道嗎 那你可以知道說 它這個對以後會產生什麼影響 沒有辦法知道 那政府部門或是說建築師 或者是建設公司或是營造廠 誰能夠在這裡負責任 我想這場地震發生了 事實上台灣的成因就是 歐亞板塊跟 菲利米板塊的擠壓造成的 所以地震是台灣的起因 但地震也是台灣人的宿命 這場地震裡頭 我們建築師 建築界的話 對這一次也有一個檢討 首先剛剛就提到說 這一次為什麼是一連串的錯誤的發生 剛剛去提到的 設計師已經有去提到的 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其實這個設計以我們專業的來看的話 他專業上的來看的話 他是一個不專業的一個設計 如果是一個專業的建築師的話 他在設計這些的時候 他不會出現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地方目前的一個現象 檢測出來的大概就是 林明輝他找一些 沒有建築師執照的人來畫的圖 或者我們在設計上面的話 不會去出現這樣的問題 會出現這樣的一個問題 大家會覺得說 設計上是不是就應該要比較保守 其實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發生在九一地震的一個地震園區 就是光戶國中那邊 理論上在地震的地方 設計就要更保守 更對稱了 因為我最近有聽到大家的一些看法 就覺得應該要安全第一 但是像這個設計的話 邱文傑建築師的設計 他這邊是用柱 就是一個懸臂柱 這邊用玻璃 他為什麼還是安全的 就是因為專業的考量 專業進來了 專業的一個設計 說到這次大家在檢討 都是在這個設計部分 其實施工部分 真的是最大最大的一個部分 我用一個比例 大家比較聽得懂 在施工階段的建築師的話 他就像是一個監考的老師 施工階段的人員 所以這裡邊的一個營造場負責人的話 他就像是一個學校的校長 或者是如果他是一個不良的建商的話 他就像開一個補習班一樣 在這樣子一個像圍觀這麼大的一個 施工過程裡頭 他幾乎是有時候一天是幾十個 幾百個工人在施作的 透過什麼來達到這樣子一個 品質的一個保護 就是這個相對的營造場裡面 有一個主任技師 這個主任技師 他是要有土木技師 結構技師 或建築師都可以的 他們相對於建築師的角色 就是營造施工這邊的導師 下面還有一個工地主任 就像班長維持秩序 各小組也有技術人員在這邊指導 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問題是一個 大家覺得說最近怎麼一直在檢討 監考官監考得不遠 但是還沒有去檢討到 就是說這個施工端的 這個目前在營造界 所謂這個主任技師 他的一個所謂的一個豬排現象 其實是很值得去探討的一個問題 在這一些的一個安全上面的一個考慮的話 目前政府也傾向於 就是所謂的三級品管 的一個政策 大家都在談說 九一地震之後 公共工程大概都很放心 我就舉一個例子 這個就是我設計的一個 在台南市政府對面的一個新南國小 像這樣的一個設計過程 我們要去考量到的 就是建築的專業了 在施工上面要能夠 如何讓他達到這個樣子 其實包括我們對於 就是說在監照這一塊 營造廠他要認真地去做這些工作 監照人員的話也要去認真地檢查 讓這個整個能夠去呈現這樣的一個設計 是 姚老師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說大家都談到施工的品質這一部分 老實說施工的品質這一部分 民眾買房子大概所資的專業程度大概是等於0 這一部分只能靠建商的良心嗎 還是說政府部門其實還是可以負擔起一些責任 而不是說我看一個設計度 應該差不多就好了 對老百姓來講 要知道一棟房屋安全還是不安全 確實是很大的困難 所以政府是應該要扛起這個責任 有一套系統 有一個制度 能夠來確保老百姓 可以買到一個安全的住屋 就像剛剛主持人講的 我能夠考慮到的可能只是位置 交通方不方便而已 這是一般人會去考慮的 結構安不安全會不會倒塌 這件事情確實是政府應該要出面來 來把這責任扛起來 目前來看我們的法律系統 我們整個建築的管理制度上是出了問題 所以在921裡面我們看到好多房子倒 然後這一次206地震又看到蠻多房子倒 從這些倒塌的房子裡面 其實我們應該要總結我們的教訓 看能不能在下一次地震再來考驗我們的時候 我們的房子會更安全 好 如果說是政府是不是應該要介入 這個政府的監管單位 是不是要介入抽查這一部分 因為過去我們在房子的一個 建造過程裡面有時候就是 即使有簽證就好 說實在 即使有時候也是建商請的 也是建商請的 好 你這個工信力的這一塊 你要怎麼去建立 日本他在板神大地震之後 他們設立了所謂中間檢查制度 你的地方是我沒有能力的 你就請第三公證單位去做 政府是不是應該要做到這一部分 黃老師 照目前的一個建築管理體系來講 其實剛剛建築師有提到 其實是建築師他是設計跟建造 他的工作 而且是唯一的 建築法第13條 唯一設計跟建造 你說他有建造這個責任 你說他只是一個考試官 這或許也是 可是其實不只這樣 他要督導營造長去做 現在問題就是說之前你看 目前建築法的一個精神在管理 從13條到26條到 他的34條到56條 他現在講的是行政跟技術分立 政府在審什麼 政府審的是這個東西 你有沒有這些圖 就是說好 審了很多東西對不對 他只問說這個東西有或沒有 有沒有圖 建築師你有沒有圖給我 有 當然有畫圖 有啊有啊 有給我啦 然後他26條告訴你說 這個是建築師的責任 就設計有各個專業有各個專業的責任 什麼叫行政技術分立 就是說行政他們管有或沒有 他沒有做實質的審查 我管這一張表格 我管這張表格上面有沒有打勾 有沒有過 他們看的是這一張表格 有出事是你負責 不是我負責 這個叫做什麼管理 我就不太清楚了 所以政府部門如果實際上在做這個 建管這一塊 根本沒有什麼實質的一個管理 跟實際上的 譬如說人家說的 那個你連棍子都沒有 只有拿到表格來看 是這樣嗎 這是目前的法 目前的法是這樣規定 這樣說好了 以高雄市政府來講 他一連大概有三四千個兆 八個承辦人員 你說要他來做一個實質的審查 其實不太可能 一個人要負責四五百件 叫這些小小公務員來扛這個責任 其實是不合理的 建築師他自己要設計跟監照 或許你如果覺得監照這個部分 你覺得Loading太重 或是說某種部分 你或許可以剛剛姚老師也提到說 你有提到就是最近在倡導的 第三公正人士 這個第三公正人士誰在扮演 這又有問題 像目前為什麼 照理說建築師他負的是專業責任 可是建築師誰請的 我剛剛講那個角色 建設公司出錢的對不對 你叫他說送過去的東西 建築師你要記得 你要自己負自己的責任 你覺得他要聽誰的 他要聽老闆的 當然除了自己良心 我相信大部分建築師是很認真 很有這個專業倫理的 可是如果有一個制度讓你說 反而我偷偷的配合老闆的 我會賺錢 那我可能就朝這方面去走了 這是一個制度上設計的一個盲點 當然也有感性的方式 但是我以前我也有聽過人家傳說 台灣有的建築師知道說 有的營造 有的公司 都會偷工減料 所以在設計的時候 鋼筋還是土質的 有些瓜寫得多一點 然後又讓人家偷工減料一點 有這種狀況嗎 我想專業的不會出現這種事情 大家都知道人命的重要 拿到了建築師知道誰不專業 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像這一次的悲劇 你看為什麼我們說 大陣不倒 中陣可休 小陣不壞 這也是一個東陣 中央的陣 什麼中極的地震 你看只有這一棟倒塌這麼嚴重 壓死人 所以它的錯誤是在哪裡 其他你看 大部分設計的 縱使有一些所謂監造的疏忽 或施工 甚至是豬排的 就是說這一連串錯誤造成的 所以從這一次的事件大概可以 你看從這裡頭我們也可以看到 我們建築師工會 一發生地震的時候 大家幾乎是忙了一個禮拜 都沒去休假 到處就去看到中正可休的這一部分 剛剛主持人一直在講到說 其實媒體很喜歡目標朝向政府 因為政府是最便宜的提款機 這個當然我不是在替政府講話 政府的問題我個人覺得是在制度面 其實不對要期待大有一個政府 因為在那裡邊的人員 其實人員有限 但是這個制度化很重要 這個制度我們再講到就是這個 所謂三級評管這個制度 為什麼像這樣的公共工程 可以指導得很好 這個像我是一個設計的建築師 我懷胎十月生下來的孩子 我當然很希望把他照顧好 所以建造那塊我要好好的去實施 因為這裡邊包括顯色外觀 材料 還有這些你看這個生態詞 這個制度我都要去面面的去照顧到 最重要在民間的單位裡頭 我覺得事實上就是要讓所謂做的人 就不要期待一個待偶的政府 如果這樣疏忽的話很危險 但是從就是像說 我們先說的一個產銷履歷 生產履歷 讓這每一官每個人去負這個責任 這個是最重要的 不能期待大有為的政府 難道要期待建商跟營造廠的良心嗎 政府是在這個制度面上建立好 所以一樣 就是政府你至少要把制度建立好 老師說從921到現在多少 十 十幾年 十六 十七 88年到現在 對不對 確實政府 在這一套的這一整個 這樣要去思考的是整個 從建築到營造 怎麼樣 別當你說食品安全 我可以不要吃這些東西 有些人吃 有些人不吃 你說你吃你也不見得 你出了嚴重的食品中毒 你不會很細啊 除非 但是防治這件事情 當台灣位在這個地震帶上 它一晃一搖之間 它是很有可能 一下子要了這麼多人的人命 甚至影響到這麼多人的身家財產 這難道不是一件重要的事嗎 待會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要來看的是 老屋的健檢制度 跟房子的健檢制度 還有我們住的家裡 安全嗎 每天有數千名健康無餘的人 接受健檢 他們希望能在任何症狀出現之前 就偵測出疾病的早期跡象 我現在很健康 但為了了解健康檢查是否值得 我要親自接受一連串檢查 有些檢查很尷尬 有些是實驗性檢測 有些讓人心生擔憂 我想知道哪些健康篩檢真的有幫助 是否有值得花錢的健檢項目 以及是否有些健檢反而必大於利 2月19號 週五晚間10點 健檢知多少 歡迎回到南部開港一點 我們剛才講到的這個房子 老實說 我們剛才那個建築師講說 政府不能期待大有為的建府 我為什麼說要 那只能期待建商或者是營造廠的良心嗎 剛才我有提了一個笑話 姚老師是不是真的 那個笑話是說 這個建築師擔心這個營造廠會偷工減廠 所以在設計的時候 在寫的時候 比如說鋼筋就要多寫 多寫一點 或什麼什麼都要多寫 是這樣嗎 是 那個在做設計的人 你必須要去考慮 蓋出來之後的東西 到底是不是你希望他那個樣子 你不能夠期待 不了解當地營造狀況的人 來做一個適當的設計 所以您講的這個問題確實是這樣子 就是說如果我到某一個地方 他們那邊偷工減廠的很厲害 那我當然我們在做結構設計的時候 我們會考慮適當的增加一些東西 換句話說 如果當地的施工品質很好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不需要設計那麼多鋼筋 或者是牆進去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節省成本 所以在施工品質不好的地方 你蓋房子成本就不斷的跌 往上跌 大概會有這種狀況 導播如果可以的話 能不能幫我take到我的第五章 我早上寄來的PowerPoint的第五章 我想稍微講一下 因為您剛才講到老屋見檢 那房屋所有的設計 基本上都會根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 來做結構的設計 然後會分成所謂規則跟不規則 那最好是設計成規則 但是不代表不能夠設計不規則的房子 但是有一些嚴重不規則的 就不能夠設計 因此在做老屋見檢的時候 等一下就會牽涉到 我們這次地震裡面看到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軟弱樓層 請導播幫忙take到第六章 剛剛那一張的下一張 對 這是規範裡面 它在談什麼叫做軟層 這是有很嚴謹的定義的 大家看右邊那張圖的右下角 那張圖它在畫出來 是在一樓樓高的一個變形量 跟二樓樓高範圍裡面的變形量 兩個的比值 如果你一樓的樓高的變形量太大 大於二樓樓高的變形量的某一個值 在這邊大概叫七層的話 這種叫軟層 如果是六層的話 那就叫做極軟層 極軟層是不容許的 拜託再到下一張 這個叫強度不連續的問題 叫弱層 弱層的話是說你的強度 下面樓層的強度 不可以比上面樓層的強度小於八層 所以這個簡單 用一個簡單的話來比喻說 我如果二樓有十片這個牆 到了一樓只剩下六片牆 那麼這個時候呢 這就是標準的軟弱樓層 所以你打牆不是不能打 但是你不能打太多 這是關鍵 好 那回到老屋健檢 老屋健檢剛剛在講 就是其實老屋健檢包括的範圍很多 當然從這次地震之後 大家就會把老屋健檢的結構安全 特別加以考慮 可是要做這個老屋健檢 到底要看什麼 如果你要很詳細的去評估 你整棟房子的結構安全分析的話 那是很昂貴的一件事情 不見得大家都負擔得起 我會建議 就是先從軟弱樓層的 這個現象裡面去看 你會說從一樓二樓 這種比較就是說 這是最普遍的 還有您講到的 地下室B1被打掉 那個也是一個 這些也是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在討論老屋健檢之前 我要回頭再來提一下 就是說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台灣 這個建設公司要開業的時候 很方便 說租本家只要100萬 就可以開一間建設公司 所以我們這次常常說 很多就是那種 一案就倒一案就說 我打帶跑 打帶跑 還是我房子建好之後沒多久 我這建設公司我就收收 我又再用一個名字 又蓋了 這種情況是不是在建築業界 其實很普遍 我想先延續一下 剛剛那個邀老師的 她的話題 就是說我們現在要來建建 那到底是哪一些建築物要優先來建建 我想這是一個 在我們台灣非常普遍的一個街屋 這是一樓當作店面 一樓當作店面 那二三四五樓呢 通通都是住家 所以我們會發現說 這樣子的建築物 它在一樓也就是說符合 剛剛老師 姚老師講的這個軟弱層的問題 那這個在我們台灣 只要臨接到了幾乎百分之百都是 所以這個部分應該優先來做建建 所以不能懷疑自己有店面 還是做到店面嗎 對 店面最嚴重的就是三個湯 三個湯 不是三個湯想炭錢嗎 我們這間的倒的 因為我們這間的案例來講 譬如說我們歸人的幸福大樓 還是說京城 在那個新化的京城的那個銀行 那個大樓 它都是三角窗 三角窗有什麼問題呢 通常它都是 兩面都是非常的開闊 只有另外背面跟側面 可能會有牆體 會造成它有一個軟弱層 再加上很致命的就是偏心 扭曲很大的問題 那這個都是造成他們兩個 這一次會倒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如果按照這種比例 按照市里市這樣的比例提下來 我看全台灣大家要緊張的是 每個縣市每個地方都有 每一條街都有 對 根據我在勘災的一些經驗 從921到現在 我們可以發現 發現就是說 街道的房子為什麼 同樣在一個block 在一個街區 像剛剛我看到的這一排房子的 破壞就這個樣子 你看它整個柱頭完全都爆開了 那鋼筋外落非常非常的可怕 都臨時來支撐了 那同樣一個建商 同一個時期 然後在同一塊基地上蓋的房子 只要轉個90度 那個房子居然沒有壞 為什麼呢 因為這次地震的那個東西巷 在我們歸冷的話 是比南北巷大很多 大很多造成說你這個建築物 只要是面南的或面北的這個街道的話 那你的那個在東西巷的牆底 非常常像剛剛那個照片一樣 下面都是空 都是店面 可是你的鄰居呢 轉過90度以後呢 他們在隔壁的之間 隔壁跟隔壁之間的這個 我們所謂的隔間牆 大家都說隔間牆不中 把它打掉沒關係 兩間變成一間 可是這個是最要命的 倒的都是這一種 你如果它 你跟隔壁有個隔間牆 剛好也是東西向著牆 整排房子跟這個 就是在這個基地 是完全沒有壞 我很驚訝 因為921也都是這樣 都是一個L型的店面 只有一邊會倒 另外一邊完全沒有壞 為什麼 因為這個牆扮演了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現在這個牆 是不能隨便亂拆的 不行 大家以前比如說 買兩棟套天的 打得通 打得通更大間更大海更舒適 我們譬如說 鄉村 鄉村那個第一棟 農總跟市一間而已 一間倒去然後壓死人 那家是什麼呢 是個家具行 那個家具行 一樓是為了賣家具 隔壁牆就打掉了 全橫村也就只有那一棟 所以這個問題我想說 我這裡要很沉重的 來跟各位觀眾講這件事情 就是說你如果買了店面 那這個店面的這個隔間牆 你買了兩間三間 三間 通通要把它打掉的時候 真的需要 找個結構技師來評估一下 是不是需要有做這個補牆 像我們現在全台灣 大概90%以上的這個校舍 都完成了補牆的這個設計 那有補牆的房子 我跟這個姚老師到處去看 有補牆的房子沒有壞 教室沒有壞 像我前兩天前天 帶美國來的專家去看 看我們補牆的案例 德光中學有得獎的 補牆的校舍沒有壞 沒有補牆他就壞了 所以這個補牆是很重要的 好 我們要先帶觀眾朋友 來看一下老屋見景的VCR 看了以後 什麼叫老屋 不要以為是五六十年那種 才叫老屋 二十年以上 在921之後蓋好的 蓋好的可能要到民國 拿到使用執照是民國90年以後的 使用執照的房子 可能才比較耐震 但是呢 民國90年之前的台灣的房子 幾百萬棟 幾百萬棟 大家都要來看 來看這段VCR 台南大地震摧毀多棟的樓房 營建署決議 今年老無見解出品計畫 補助名額從500棟 拉高到2000棟 以南部六縣市優先 最快3月初開放盛起 921以後的耐震的 這個強度比較不足 這些老宅老屋 不需要再啟動這個 檢檢 看你的樑柱 有沒有裂縫 牆面有沒有裂損 營建署表示 一般來說老無見檢分為八大類 包括結構安全 防火安全 無障礙安全 風環境 光環境 陰環境 潛能省水及管理維護等 而專家也提供檢查方針 包括注意樑柱 檢體牆是否有接近45度 或交叉的顯像裂縫 如果這個裂縫是發生在樑跟柱 那深度大概三公分以上的這樣的 我們叫結構性的裂縫 當然你必須要提出來 余烈表示 RC結構的建築物一般使用連線為50年 但如果施工品質不良 或結構設計有問題 就可能無法承受 震度超過5級的地震 因此建議在大地震過後 民眾最好檢查自家的結構體 有沒有超過0.3公里的裂縫出現 如果有建議請求建築物檢測 根據內政部統計 全台超過386萬戶 30年以上的老屋 其中台北市有54萬戶 新北62萬戶 台中30萬戶 台南也有30萬戶 而高雄則有45萬戶 但這些老屋隨著時間老化 卻沒有相關的法律 強制規定要進行耐震評估 一般的私人的建築物 第一個要花錢 第二我們需要了解混凝土的強度 我們不可能目視的方式 所以我們需要在屋子裡面 適當的地方 鑽幾顆試題出來 所以一般民眾 其實那個意願不會很高 進行耐震評估 會在家中 鑽動採壓 還要花上不少的費用 因此私有建物的執行度不高 民建署除了全額補助 初步評估 也會大幅補助詳細評估 未來更考慮一定 屋裡老屋都要強制落實 如果是要做初度評估的話 這個可以全額補助 真正的翔平 大概會政府會補助到45% 一場地震震出都市防災規劃的隱憂 這次地震災情嚴重 地方政府也陸續啟動老屋 防震見檢的工作 民間團體也呼籲政府在房屋見檢後 應該要以危險的程度分級並公告 如果是圍樓 就應該進行防災型的都更 避免災害隱憂 好 為什麼剛才說是 大概是民國90年之後 拿到實用執照的可能稍微好一點 那就是說因為一般的房子的大樓 如果是大樓要蓋大概 至少要一兩年的時間 那在民國88年發生921地震之後 政府對於耐震的這個係數的規定 它就比較嚴格 所以你如果是在88年之後 才拿到的就是所謂的這個 申請執照 然後它在蓋 所以你真正使用的房子 可能要在90年之後的 才比較安全 那比較安全的話 它是有一些基本原則 剛剛我們提過的 就是小鎮不會壞 遇到中度的地震它還可以修 遇到大鎮的時候 最起碼它的結構不會倒 不會倒 但是其他的 但是在台灣就是說 我們這個屋林結構 超過20年的有三四百萬棟 這些該怎麼辦 這個有辦法做一些補牆嗎 還是說真的每一棟都要去做檢查 我想我們數量非常的龐大 所以一定要先從最危險的部分來著手 首先第一個就是說 你如果知道你的房子的前一所 或是你自己 有把一樓的部分的 特別是柱子或者是牆 有做一些變更的話 那這趕快要進行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你如果發現你們家的這個一樓 或者是二樓低癌的部分 它的強量在某個方向 是特別的少的 那可也要趕快來做這個 初步的健康檢查 那在有關於這個制度方面 我想現在我們政府在校舍補牆這一塊 在做出品也好 香品也好 有一個非常完善的制度 這個制度也經過這一次地震的檢驗 我覺得是成效非常的好 那也就是說 我們利用一些簡單的表格 然後計算你們家的牆量 各個方向的牆量 以及柱子的這個大小 根據你們家的這個規模大小 位在的位置 我們可以很快的初步評估出 你是不是需要 再做進一步的這個健檢 我想這樣子會比較有效率 好 那當然我們也提供一個簡單之下 就是說你要怎麼去自我檢查 比如說出品經常問問的 如果有駐大樓 樓在樓下看 是不是有必順 有什麼 然後看大樓有沒有異常 有沒有一些變形擠壓 另外從一樓 就像那個施理師講的 從一樓開始檢查 柱子有沒有裂縫 混泥土 那一樓是不是挑高 有沒有改建成賣場 一樓不只一樓 搞不好地下室 因為像在台北的話 像台北你在地下室 大樓地下室 幾乎很多都是賣場 不是什麼什麼連 不然就是什麼什麼超市 不然什麼什麼的電器 3C用品的 很多都是在地下室 那一些是不是也是 那賣場為了所謂的 取得它最大的效益 有牆當然全部卡掉 那這個會不會有影響 這個我們等一下要請教 像這個部分 是不是會有影響 那個老師 如果說是在B1 把牆給敲掉 這還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我會建議就是說 住戶們 如果你有你們這一棟大樓 原來的施工設計圖 或者是竣工圖 把那個圖面拿出來 來檢查 是不是原來設計上有的牆 是不是還存在 如果不存在了 那你們就要把它當做一件 很嚴肅的事情來處理 這個必須要找專業的人 來幫你看看 會不會危險 會不會造成所謂的軟弱樓層 這種事情 也就是說如果大樓的1樓2 V1 包括大樓 甚至到B1 對 B1 B2這些 是不是都要去注意 所以關鍵應該會是1樓跟B1 關鍵是在1樓跟B1 如果說樓上 因為台灣有很多 比如說第三種 第三種住商混合大樓 一定都會 可能會有這種狀況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都要注意就對了 所以觀眾朋友 很多大樓 都有這樣的狀況 恐怕要請管委會 好好的去注意這些事情 好 另外我們要來提到說 這邊有一點點建議 我們現在大部分都 從狀況來理解這件事情 對 就是有看到裂痕了 然後來提出申請 但另外一個角度 我們來看看這次 圍貫大樓的倒塌 它在上一次的 大概921的地震的時候 它並沒怎麼樣 但實在差不多一級 它倒塌了這麼嚴重 所以除了民眾的 因為民眾的知識有時候不太夠 政府就說該做了 我剛剛說的比較期待 就是不是政府都自己來做 政府是到第一線去做 它所謂的真正它要做的 就是制度面的建立 這個時候政府可以怎麼做 我們這邊有一個建議就是 所謂的建立的前面普查 尤其對於像那種 因為你看透天的 這一次的破壞的話 它在歸南邊五樓變四樓了 人至少還活著 但這種大樓就是發生的災難的話 它死傷就很嚴重 甚至包括如果大樓對面的 一些透天的 那這也很嚴重 所以地震不會死人 是建築壓死人 我個人會建議就是說 其實從地震發生的時候 我們建築界 其實大家很關心這些事情 覺得說它可以的話 就是所謂的前面普查 而且是從圖上面開始 從圖面上 就是它甚至都沒看到裂痕 但是看到像這一次 這一次圍貫大樓這種現象 它其實可以有跡象看到 它下面是騎樓柱 然後就當垮 這個我相信說姚老師 建築師 這個在座的 每個人看出來 大概就覺得那個是有危險的 所以說從圖面上 就先第一步清查 清查覺得哪些在於建築設計 或者結構設計上有問題 那些從圖面上找得出來的 我覺得那是很普遍的一個檢查方式 也就是呼籲各大樓的管委會 趕緊住戶要請管委會 還有自己住戶要自立救濟 要發起 政府也可以 政府如果是前面的 其實比方說自己救濟 把政府那邊都有這些土壤 調出來看的話 是更積極的 因為管委會 我們不能期待一個 沒有專業知識的 就是頭 那個頭調出來 然後管委會花點錢 政府應該花錢 政府的前面普查 你看那個8000塊的話 政府就應該 但是8000塊可以看到什麼 被錢扣也當換得下 政府的話就是說 那一土出來有幾個工會 像建築師工會 圖目計師工會 結果計師工會 大家要分案去檢查 從這裡邊的話 會覺得哪些東西比較危險的 甚至我個人覺得像 建築師要負其他的責任就是 他設計過的案子 他現在優先的去檢討這個事情 都找不到吧 是 我覺得可能有一點點誤會 就是我相信大部分的建築師 其實在這一次裡面 非常非常的感同身受 投入在這裡頭 我們去看到這個東西好了 大家聚焦都在維冠大樓 但是除了維冠大樓 前台南市有多少類似這樣的情形 其實從3.57分發生那一刻 5點多我們的LINE裡面 就接收到長東街的一個市場 有倒塌 在LINE裡面就趕快呼叫 究竟的建築師 十幾分鐘就過去了 然後這樣的事情發生多少 累積到現在1千多件 所以建築師在這件事情上 非常的積極 就是建築師不會去逃避問題 我們說的是 非專業的還會出現這種問題 專業的建築師的話 他的羽毛 他的名氣 他辛苦這麼久 他不應該這樣子 他應該投入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在地震的時候 我們台南縣建築師工會的理事長 是帶領一群建築師 駐守在那個地方 然後另外一群的建築師們 是全面動員的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說第一波的這個 屬於是安全勘災 我們就跟他們看了說 這個還可以繼續住 如果是安全的可以住 所以讓他安心下來了 第二波覺得應該就是 我們建議是類似 除了民眾自己舉發的管委會的 另外一邊是政府的 這應該積極的去進行 等政府的要排很久了 民眾自己真的是說 就算你看不到 但是實際上 他如果已經是20年以上的老房子 他是應該大家自動自發一點 是不是應該要去做這樣一個見解 我可以補充一下 黃老師 就是 你先好 那個 政府其實營建署那邊有一個叫做 住宅性能評估辦法 它裡面已經有那個 可以給我法令讓 現在政府去做 賴政出品跟賞品 那個賴政有分出品跟賞品 那一般目前出品的行情 大概是可能6000塊以上 那其實目前講勞務健檢 這是高中市政府第一個推出來的 在地震之後 它是8000戶 補那個18000塊 然後6000戶 然後它是以6層樓以上 然後大概是86年5月以後 就是那個等於是建造 通過 因為你數一數 大概兩年91 91之前的這個房子來做健檢 那你說8000塊能看到什麼 大概那個表 其實那個 那邊出品的表填一填 算一算 我覺得大概可以 因為他們現在真的討論 同時間他們真的開會討論 到底8000塊要做什麼 其實至少可以看看圖 幫忙看看圖 看看裂縫 看看現況跟原來的有什麼差別 必要的時候再來想評 你是要看看包括那個 有沒有軟腳層的問題嗎 是這樣子嗎 對 這都可以看 這個比較簡單的可以先看 所以他們現在還在討論 到底8000塊要做到什麼 我想這些專業的是他們 都心腸都滿好的 滿專業 他們很想做這個事情 好 所以其實如果說 可以申請補助 那當然最好 沒有的話恐怕就是 大家管委會民眾都要 自己有這樣一個警覺 好 我們待會兒 實際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再來看看 怎麼樣大家對於自己住的安全 能夠有一個最實際的發起 這些見解 還有關於你住的那塊地 有沒有所謂的土壤 異化 還有其他問題存在 待會兒回到節目現場 裕欣和日本先生山本 原本在台北過著自在的上班生活 但8年前 孩子的出生改變了他們的人生 我公婆很想要看孫子 而且他是獨子嘛 身為獨子的山本 為此和妻女回到離開10年的東京 她開始每日每夜 通勤向戰鬥的上班族生活 有高學歷的育欣 辭去日本的銀行副理工作 成為全職家庭主婦 就是為了陪伴女兒成長 不管是長一顆牙也好 就是一點一點的變化 都看在眼裡 那種喜悅看到了才能減食到 我喜歡媽媽 但是育欣要適應異鄉 又要放下自我 她不是沒有掙扎 那時候會想說 與其花這些時間 我不如出去工作 比較有成就感 育欣怎麼克服內心的挫折感 融入日本的社會和家庭呢 今晚9點 駕到日本的主婦人生 就在公視頻道 誰來晚餐 歡迎繼續到台南部開港現場 對於我們自己所居住的安全 居住安全實際是相當重要 因為每個人都要有房子住 我們所住的房子 到底是不是能夠真的保上 我們跟我們的家人 甚至我們的身家財產 這個問題其實應該 我覺得未來的新政府 應該要列入層層層層的 把這些相關的制度法規 通通列出來 並且要執行的相當安全對不對 是 其實在這一次的地震裡面 我們在地震的第七天 就在台南市文化中心 辦了一場 這場地震我們學到了什麼 然後這裡頭 沒想到大爆滿 竟然台南市的一個 文化中心的演講廳擠不下 還說到外面來 大家想知道 大家想知道 所以建築師公衛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到了晚上我們繼續辦 就在戶外的 我覺得我們專業界 是應該跟群眾走在一起 台南市建築師公會的話 這一次其實我們辦那場 竟然嘉義 高雄 屏東都跑來聽 的政府官員 然後現在高雄市政府的話 他們也要辦了 我覺得說事實上 在這一次裡頭 我們專業界負有這樣的一個責任 包括我們在現場都有看到 那樣的一個地震 如果專業界進去的話 協助建立3D快速的 反應的現場的狀況 甚至看到哪裡有 可以進一步救援的機會的話 這都是全世界在幫你做了 全世界的醫師 甚至是透過數位媒體的時代 所以這場地震 我們必須從這邊 卸到更多的知識 我想 我想釐清一個問題 從地震以後到現在 民眾問我的 或者是國內媒體 甚至國際媒體 一直問我一個問題 就是說到底這個沙拉油桶 是不是我們這次倒塌了 最主要的原因 那根據我在現場的這個瞭解 我們從這個照片 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 這個就是這個沙拉油桶 它其實是位於大樑的外面 如果說這個沙拉油桶 是放在我們的主要的 結構的樑柱裡面 我保證還沒有地震 它就已經壞了 那它是放在這個樑的外面 在哪裡 在這個 我們看到它這個造型的牆 因為它這個基地的問題 所以它這邊彎彎曲曲的造型的牆 圈起來這個位置 那它為了要把這個造型做出來 就是塞了沙拉油桶在那裡 那不是結構的問題 那我們常常在談說 這個施工的問題 施工的問題有很多 可是這個問題必須要有 專業到現場 譬如說我們一開始的施工的時候 就要有一個機制去查驗 然後有查核的制度 讓確保這個施工的品質是好的 另外我想再釐清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大家比較沒有注意到的就是說 我在現場看到了說 這一棟大樓在這個位置 梁柱街頭附近的這個兩的施工 有一個特殊的問題存在 我們都注意到枯金的間距 是不是施工 是不是耐震枯金 可能注意到這個枯金的直徑夠不夠 可是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問題就是說 只是我把它拉一個長鏡頭來看 看到這個街頭的部分 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到 這個梁的主金居然是擺在柱子主金的外側 而且這些柱子的主金是密密麻麻的 也就是說這個施工來講 他們只會數這個數目 他們只會數說 現在我要放幾根主金到柱子裡面去 要放幾根主金到梁裡面去 可是到底要放在哪裡呢 他們是沒有這種sense的 所以需要專業來監督他們 但是這些民眾真的不知道 所以在整個施工的一個監督的過程 真的需要有人去幫民眾做好這種監督事 不然你真的是說 你要挑建商 對 嘆口氣 黃老師 我想大家都知道去年死安聯 我是希望說政府今年可以是一個居安聯 這樣我們可以是大家都可以住得很平安 這邊我們可以引進如果比較快的做法 可以引進公共工程的三級品管 其實我們政府目前對民間的工程的努力 真的是不夠 大部分公共工工程都還有一套制度在 最主要就是它一級就是營造場之級 一級營造場 二級的話是建設公司或是建築師 三級就是有一個品質查核的一個方式 就是模仿目前做工程查核的這個情形 讓這些在做的人都有所警惕 這個要監督密度到哪裡 這是可以討論的 這樣的話是對民眾會比較保障 是比較快的做法 我覺得有兩件事情我們可以來做 第一件事情就是為了避免這種一案建商 持續在我們台灣這邊來發威 來殘害我們的國土 應該要有一個機制 能夠去追蹤一案建商這種事情 比如說我們如果要去住某一個民宿 我們都會網路上還查得到 這個人到底開了多久 然後大家評價怎麼樣 但是我們買房子卻對建商網路上查不到 這很嚴重的事 第二件事情就是地質撰探資料 由於異化這個問題的存在 地質撰探資料以後一定管理委員會要去要到手 當你把房子從建商手裡面接過來的時候 除了建築圖 結構圖 水電圖之外 地質撰探資料也要一併要過來 大部分狀況都沒有要到 所以你到底會不會異化你也不知道 而當異化前市公布之後 大家都面臨有這種需求 一直在這場災難我們都覺得說 身為這個買房子跟住房子的人 我們實在是太無知了 感謝各位 以上節目可在公視網站 加七服務引營網隨選觀看七天 好節目不錯過 公視加七 讓精彩繼續